來到 Pacific Fresh 的唐人超市 我今日來,我現在買肉 買 Barbecue 肉 這裏應該沒有醃過的 Barbecue 肉 因為這裏始終不是亞洲超市 買些肥牛卷、豬肉卷 Turkey 超級肥牛卷 我的車離開了 Turkey 超級肥牛卷,很出名 基本上在加拿大當地有吃過 Bino 也有吃過 Chucky 超級肥牛卷 另外,我要買雞翼,因為我喜歡吃雞翼 雞翼這裏很有趣 這裏雞翼是$3.99 很貴 我記得以前來搬來 Pickering 時 這裏的雞翼是$1.49 大概是兩年前 現在已經去到$3.99 如果我蹲下給大家看看 是$3.99一磅 物價是否高了呢? 是的,兩年可以多了差不多$2.5 雞翼 還要是雞泉翼 不是雞中翼 因為一般來說,雞中翼會比雞泉翼貴 但這裏的雞泉翼貴 其實物價開始不斷改變了 我們的生活是在改變的不斷 這裏的調味料很齊 東南亞調味料是一絕 甚麼東西都會有 還有古靈精怪的東西 外面沒有這裏都會有 所以在這裏 Pickering 來說 這個超市確實是一個必須存在的 這裏的肉檔 加拿大肉檔是這樣的 你叫它就會切給你 切給你要多重多少 這些叔叔全部都聽得懂 我們說普通話的 如果是雞蛋 雞蛋 3.99 元 18 隻 雞蛋都要買 這些是 普通的日常 routine 食物 其實說開蛋 你別以為加拿大沒有 鹹蛋、鵪腸蛋 都有的 鹹蛋、鵪腸蛋這裏都是有的 也不是很神奇 不過其實原來這裏都有這些東西 去到另一邊的凍櫃 這裏其實有益力多 很多東西 這裏這邊凍櫃是買餃子 這個我剛才有個朋友給我 是 很難我 冰鮮拉麵 叫做一心 一心儲麵 我買了這個一心 這個拉麵是嘗試給大家的 即是試吃 到時我再開箱再拍片 這裏有些點心 這裏有些Pacific Flash 手製的點心 是自己包的 燒賣 水餃 還有蝦餃 它以前有賣糯米雞 現在可能 糯米雞 糯米雞 發雞 糯米雞 3 pack 16.99 通常我家裡的糯米雞有了 我現在 會買3 pack 燒賣 為何我兒子很喜歡吃燒賣 我兒子說這些叫 甚麼呢 叫Yellow Ball 因為它是Yellow 所以叫它Yellow Ball 剛才你看到 其實上面這裏有很多飲品 甚麼都有的 你看到台灣、大陸、韓國 那些飲品都會有的 所以你問我這裏的飲品是齊的 這個要介紹一下 很重 QBEC 的 Maple 味的可樂可樂 還有瓶裝的 加拿大的 特有產品 另外還有 這一款 Clean Sugar 的 蔗糖製造的 這個Made in Mexico 真的很古怪 還有這個粉紅色 British Columbia Raspberry 的可樂可樂 其實這些你不會期待到在唐人超市會見到 但其實唐人超市也有 另外 有 A&W 的 Root Beer Root Beer 就有點像以前的沙士 不是病那個 喝的那個沙士 我常常覺得是否喜歡喝 見仁見智的 就是沙士這個味道 但是是不錯的 這個要介紹一下 這個蔥油餅 很好吃 就這樣加少許油 煎就很香 所以這個如果 喜歡吃蔥油餅 這個好吃 5 元兩個 有時你不想煮飯 煮了一些菜 菜有很多汁 那就煮這個 這個是很好吃 去到有麵包部 麵包部是真是新鮮焗的 所以你看到它夠不夠呢 雖然現在疫情 但它都會煮動這個 Croissant 1.2 元 他就說每個 1.2 元 6 元是2.49 其實第一 1.2 元 6 元是3 元 6 元是2.49 這個 Croissant 是很香口的 如果家裡不吃荒包的話 可以吃這個 Croissant 也很好吃 我都買 我都買回一堆 即是買回6 元 因為他說 6 元是2.49 其實是值得的 你買 你買這個什麼都不止 買麵包、荒包都不止這個價錢 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尺寸 不要太大、不要太小 就是介紹一點點 它有卷蛋 這裡有一間 它有代理這個 La Rocca 蛋糕 La Rocca 蛋糕其實我吃過是好吃的 不算很甜 但是 以它這個價錢來說 不貴 即是8 吋27 元 有九折 如果你 一個星期前 點 還會有八折 我們之前也點過這個La Rocca 蛋糕 去慶祝節日 另外 這裡也有燒臘 你看見嗎 熟食 有些和菜的熟食 有燒臘檔 很多人在等 有酒樓點身 油炸鬼 油利酥叉燒包 到這裡有壽司 我最喜歡壽司 冰鮮的鮑魚 有 冰煮半殼 線包 6.99 6.99 冰煮鮑魚 你見到這裡其實有很多唐人 普遍唐人超市 一般是唐人 東南亞人都不少 Pickering 區 除了亞洲人 印度人 中國人 香港人 香港也有 另外還有其他 黑人 或是 其他民族都有 所以 Pickering 其實是 多元文化的社區 多元文化 到現在貴 看看有沒有 有在前面 應該也不便宜 以前是買得便宜 現在是貴的 這款芝士拉麵 這款芝士拉麵 Palo 芝士拉麵 以前我沒有記錯是四個多 現在買到七個多 給大家看 七個多 是貴的 做起了通常都是貴的 這款芝士拉麵 這裏也有中藥材 杞子 筍尖 這些中國人 煮食的中藥材 都有 另外這邊也是 兩邊就是 亞洲或者 中國的 類似那些 冬菇 雜乾貨 終於讓我想到沒有 這些都有 甚麼都有 好了,走了很久了 我回去要先把這商場的所有東西剪一剪 因為實在太多了 我都想濃縮多一點 這個好吃的 麥維他消化餅 我每次來都買兩條 因為 這裏便宜一點 2.99 元 反而Walmart那些是貴一點的 不過現在Walmart要排進去 所以我都很少入 這裏就是這樣 甚麼都有 亞洲的所有小食都會有 這裏就是Pickering Pacific Fresh 超市 距離 Scarbo 都是十多分鐘車 走路 這是我們Pickering的唐人或者亞洲人的 主要超市 今天介紹到這裏 喜歡看我的影片的朋友 可以按訂閱按鈕 按旁邊的鈴鐺 就有最新影片通知 好,之前在Pacific Fresh 超市 就買了一個叫做一心的冰鮮拉麵 今天就等我試一下是不是 真的跟那些雷神的拉麵一樣 一匹這個 19.99 加碎 不知道它是 好吃還是不好吃呢 讓我現在開箱 好了,那我現在就 開箱給大家看 這個 煮口 紫菜 這是紫菜 然後 兩個洋蔥 兩個冰鮮 這邊的麵餅,兩個是毒辣的 有別於外面的麵餅已經是冰鮮,包裝好了 這個呢,它的湯底 湯底有兩份,兩個湯底 然後,哇,這個很迫吃 有四塊的叉燒 不過這個很薄,大家看看 多薄,哇,刀工多厲害 很薄,真的很薄 接著就配了一些粟米 平時吃拉麵的雜菜 這樣兩包 其實就沒有了,只有這堆東西 好,這裡有簡單的 做熱它 一包包全部都獨立包裝 只要沒有滾水,把這些放進去 讓它溶化就可以了 另外這邊呢,就是用來煮麵餅 分開兩包 有別於現在很流行的雷神 冰鮮拉麵 因為那些是一個已經做好了 那些就簡單 放進微波爐,或者放進去 煮熟了,整碗倒出來 就已經吃得了 但這個因為,它的儲存時間會比較長 它可以放到七月的 因為可能它真的把它分開了 所以它的儲存時間會比較長 有別於那一隻 因為那一隻只放在七天 試一下這個呢 我就... 做完了,就把剛才融化的湯底和配菜 倒進麵餅裡再加湯 其實就已經完成了 這個份量,這一盒份量 其實就說兩位用 但是呢,我發現其實可以分到三碗 而且這裡的湯底 我只是用了一包 我還有一包是未開的 其實我看到已經多過我想要的了 剩下一包湯底怎麼辦呢? 留下來做其他食材 可能做一下公仔麵 或者做其他食材 但是問題是,我融化了它 我不知道可否說它變成冰磚的流鼻 好,現在就試吃了 好,我們先試一下筍 首先 雖然冰鮮完,但也很爽 好,我們再試這個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大家如果知道的話,留言告訴我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 但是,平時也有吃 哦,木耳 剛剛有人告訴我這個是木耳 先試一下 都很爽 雖然冰鮮完這些全部都很爽 粟米 這個粟米也是很爽脆的 不會軟到好像粟米湯 重點是試一下這個 薄切叉燒 看多薄,刀功多強 好,先試一下 麵和湯底 好,先試一下麵 看看麵是否真的可以 好像有點軟 可能我煮了太久 嗯 麵的厚度就適中了 不過,如果你想喜歡吃粗拉麵 這個就可能會比較幼 但是呢,麵餅也很有蛋味 我現在試一下湯底 先喝一口 都香濃 口不口渴 我剛剛喝了一口 不過,也很香濃 營造得很逼真 就像我真的去吃拉麵店 那些拉麵 整個過程就是在家裡自己煮 很值得推介 即是如果 19.99元特價 有買一盒 其實放在家裡 備用 沒有東西吃的時候 可以拿出來吃 其實過程度不太複雜 和煮的麵差不多 只不過要分開水 和煮的麵 我加了蟹柳 這裡加了蟹柳 這個值得推介 大家看到的話 一心拉麵可以買來試一試